美国知名的调查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贺时 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24号播出的访谈中 他指出当前的美国主流媒体 更倾向于偏袒拜登政府 几乎无法再产出平衡的报道 贺时指 美国媒体如今为获取信息不择手段 不再注重信员的保护 反而变成为政府服务的工具 按他的说法 近日美军泄密门事件 联邦调查局将嫌犯特谢拉抓捕归案前 纽约时报《华盛顿邮报》 曾协助追踪机密文件来源 并在特谢拉住所踩点 贺时曾供指纽约时报多年 他指出 美国主流媒体对2021年 国会山骚乱事件的反应和报道 清晰展现出其立场是亲拜登的 几乎看不到一篇对拜登的负面报道 现在特朗普有意卷土重来 令业内同行倍感惊恐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